新清安優惠政策房貸被外界只有轉租人頭戶等疑慮 財政部已經督導公股行庫要加強贷錢審核跟貸後的稽查 但是房市專家何士昌指出 公股銀行是沒有調查權的 因此稽查的效果恐怕會大打折扣 新清安房貸優惠真的有幫助到年輕人如願的買房跟換房 但是房價跟房貸的申辦戶數創新高 房市專家李同榮點出這是一好三壞 不同政策矛盾防線失手演變成全民炒房遊戲 讓房市的亂象越演越烈 今年46歲的鄭兆元本身從事房仲的工作 今年3月以先賣後買以小換大 用新清安貸款優惠買到人生第二間房 位在台北市內湖屋齡39年的中古屋華夏 37坪三房兩廳總價2800萬 一家三口居住空間寬敞 採光通風好陽台視野開闊 之前是在內湖另外一個地方是住兩房的 那因為小朋友也大了 那想看到政府有這塊優惠 我們就想說用兩房換到三房 新清安部分還可以用一些寬限期 那在前幾年因為我們新搬進來的時候 還會有一些裝潢 所以用寬限期的時候 在前期的資金運用就比較的有貪性 總價2800萬 用新清安享有五年寬限期 只要付利息不用還本金 鄭兆元現在每月房貸五萬多 但五年寬限期過後 每月房貸恢復七萬多 如果沒有做好財務規劃 將面臨分歧還本的壓力 我跟我老婆都是有抓到 三分之一左右的月薪左右 那等到寬限期之後我們是繳得出來 我覺得不能用寬限期的這個金額來買房 你應該是去算說你寬限期過後 你能不能買得出來 新清安雖然把房市炒熱房價提高 但它也確實讓很多年輕人如願買房換房 根據財政部國庫書統計 新清安上路10個月 全台已有超過5萬2000戶申請 總貸款金額達4000多億元 政府用10多億元的利息補貼 就槓桿出這樣的驚人效果 需求大增帶動全台房價起漲 也衍生出拿小孩、父母當人頭 轉出租等亂象 根據內政部信義房屋國泰建設的統計 今年首季的全台新舊屋房價創新高 買賣移轉動數8.1萬棟 比去年同期6.4萬棟 年增率26% 清安貸款金額1331億元 比去年同期220億元 年增率504% 佔房貸總額6% 提升到25% 房市專家李同榮認為 新清安政策與打房政策相矛盾 可說是一好三壞 所謂三壞就是 我們的房貸余額一直在創新高 那這個當中呢 其實它是在高檔 就是房價高檔的時候 做利多的這個政策 其實是很少見的 大部分是房價高檔都是在 所以我們的這個打房的 這個頻繁的打房幾乎全功盡棄 第二點壞處就是說 有三到四成是假訓需求 就是剛剛講的投機性的 投機性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這個年輕人他 基本上他沒有太多的自備款 但是他只是期望說 五年以後房價會漲兩成 或者是三成 他把它賣掉 還沒有不用繳房地合一的重稅 所以這是一種人 另外一種人就純粹就是投資客 所以這三四成的這個假訓需求 就把房價拉高了 第三個壞處就是說 他既然在高檔 而且又有85%的這個 八成五的這個貸款 還有五年的寬限期 那一旦房地產反轉 大家看到房價不好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丟給銀行 所以斷頭的風潮就會有風險 五年寬限期一過 恐怕面臨拋售潮 類似帶風險增溫成了一大隱憂 另外新清安被抨擊為 助長房價上漲因素 因此公股銀行決議祭出四大措施 如果有人頭戶或轉租等違規情形 利率與貸款條件立刻打回一般房貸 但專家認為積查效果恐怕大打折扣 主要是公股銀行它手上沒有調查權 頂多只能藉由財政部的納稅資料 跟內政部的公益出租人資料 來查核說 這個申辦新清安的這個房子 它有沒有作為出租使用 有沒有違反致用的一個條款 假設說運用人頭戶的投資大戶 它不允許租客去申辦租金抵免的話 那在財政部也查不到納稅資料 新清安房貸到2026年7月 政府因正式新清安引發的全台亂象 別讓協助青年買房的美意 變成房市亂象越演越烈 記者黃美琴 黃博凱 台北相當報導 巨大